老树无虎小看教育,幼生小是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,也是家长最为担心的事情,因为我们知道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长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宝宝,但是上了小学就是一个小学生了,这种转变是非常大的,家长会担心孩子可能不太适应小学的学习氛围,因此会提前教孩子一些知识。 但是,我今天就为了满足家长们的要求,给大家提供一份幼生小的数学试题,试题很简单,非常适合这个阶段的做,家里又马上一年级的小学生找紧学习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